哈囉大家好我是艾卡 哈囉大家好我是薩兒 我們繼上次調酒主題之後 反應算蠻不夠的 可是很多人在下面留言說 想幾乎看這樣的調酒小教室 對啊點閱率不高 可是因為就是硬觀眾要求 既然有這樣少數幾個說想要看調酒小教室 所以我們就決定應該去Part 2 只要有人想看我們就做 不管人有多少 NOOOO OK 我想哭喔 今天呢就是要把一些日常生活 就是會喝的飲料加到調酒店 雖然我也沒試過 把養樂多做調酒 也沒試過 像我民間有流傳一個說話 養樂多加高粱 我對養樂多的印象就只是 換台頭會吐這件事情而已 之前都會喝一盤然後 BQ 對所以我想靠養樂多 我的臉質確定還那麼吐 不要對它這麼不齊不帶好了 不齊不帶 發明了一個新的字 不齊不帶 我們生活不就是叫做這樣嗎 那我們生活的思惠就越來越少 我會做兩杯 我們選的材料都很容易得到手 這是什麼 這是Bacardi的蘭姆酒 我在超市 Bacardi 它是一個牌子 我在超市到我看過這一支跟這個美酒 這個是蜂蜜 簡單 然後這是檸檬 第一個要做的是把養樂多加美酒 兩個是不是很有味道的東西耶 多多綠的感覺 欸 其實外面是不是有梅子多多啊 梅子多多有嗎 有吧 我今天就是抱持了一個無汁的狀態 然後我想說你到底有 OK 好 這邊有廁所 我如果等一下吐我就直接吐完一聲 吐完一聲 所以我現在先加1比1 各一盎司 一盎司差不多30磅 然後我現在也要先來試個Verm 嗯 對啊 怪的嗎 什麼意思 不難喝啊 是吧 好像還蠻好喝的耶 我覺得 真的好喝 太甜 因為我連美酒我都是不會直接喝的 美酒我一定是要敲過或者是要加很多水 你美酒敲什麼 要敲啤酒啊 美啤酒 美酒 我自己發明的 你自己還在那邊發明什麼事 怎麼樣 我敲一杯酒要洗幾根湯汁 酒吧裡面都要放超級無理幾百根湯汁 因為一個 不是調酒師調了一杯之後 可能就是要用了五六七八九十根湯汁 他們洗最多的東西就是湯汁 我量吃到比較少一點 我想說我就是 一大早的嗎 對 褲子在比較多大 褲子杯的名字是 多多美酒 多多美 OK 對啊 它好喝耶 欸好喝耶 為什麼 我覺得兩個都是酸甜酸成的東西 搭在一起 應該不會有什麼差距 一般酒喝會有 兩個多的調酒 不太會有 下一個就是我要把 褲子酒加蜂蜜 還有它 還有檸檬 還有多多還有檸檬 對 你是不是剛剛連多多的名字都講不出來 我說還有它 好 我這邊還有剛剛沒有加我 我先用這一罐 一盎司的褲子酒 跟一盎司的養樂 一盎司少一點 因為你剛剛發現養樂太甜了 對 我先吃吃看 是不是可以加蜂蜜 怪嗎 要加蜂蜜 我這樣就默默地把它喝掉 我怎麼好暈 美酒才幾% 媽媽 才19.5% 我剛剛加了差不多10ml的檸檬汁 就是我要再補補夠多一點 為什麼不夠乖 對 你要搖 像我上次說 我不管什麼酒 只要搖一搖都會滿好的 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啊 大家吃一冰鎮 快速的冰鎮 怎麼樣 為什麼沒什麼好多多的味道 面油難色 為什麼我好緊 我真的覺得它很爽 還蠻好爽 還蠻好爽 你 不要讓冰塊掉進去而已 對 那幹嘛做這麼浮誇 倒是吧 這杯的名字叫做 幫他想一個很浮誇一點的名字 豆豐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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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自己上兩支墨 豆豐蜂蜂蜜 豆豐蜂蜜 我們來喝喝喝喝 請喝 怎麼了 不好說 不好說 很好說 很澀 你很澀 你很澀 是那個酒的關係 是零紅鯨在澀 好沒關係 這樣我們得到了一個結論 就是養樂多你就要好好加美酒就好了 不需要就是搞得這麼複怕複複複複複的東西 想喝啦 想喝 好吧 那我們就乾杯囉 乾杯 那大家就可以做得很簡單的 兩個站在一起交一交 那記得未滿18歲的不能喝酒 喝酒不開車開車不喝酒唷 乾杯 乾杯 那希望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然後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們你 再下一個啦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乾杯